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国的爱情伦理片《烈火情人》 讲述了父子俩爱上同一个女人,最后酿成悲剧的故事 电影开始,史蒂芬工作回到家 贤惠的夫人英格丽正在做饭 儿子马丁突然打电话过来,告知母亲自己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英格丽对此感到很高兴 殊不知这场电话之后,家庭的平和开始被打破 不久,史蒂芬在一场宴会中结识了马丁的女朋友安娜 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在短暂的接触中,两个人互相萌生了情愫 第二天,马丁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安娜来到自己的家 史蒂芬和安娜装作初次见面握手 几天后,史蒂芬在工作的时候,安娜打电话给她 父亲打完电话后,就冲向安娜的公寓 饥渴难耐的两个人就在地毯上欢快地滚起了床单 得到释放之后,两个人又开始安静地去过自己的生活 没过多久,马丁告诉父亲史蒂芬一个好消息 自己升职了 在马丁升职宴上,史蒂芬和安娜又相遇了 安娜和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母亲是一个法国人,她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 父母离异后,自己的哥哥在16岁的时候自杀了 原因竟是因为喜欢上了自己 马丁的母亲英格丽看到未来的媳妇是这样的德性 当然感觉不喜欢 宴会结束之后,史蒂芬又回到了安娜公寓 然后两个人干柴烈火又开始啪啪啪 完事之后,安娜跟史蒂芬讲述他哥哥的事情 安娜的哥哥非常的爱史蒂芬 但哥哥却死于这段布伦之爱 随后两人又有了相聚的机会 史蒂芬去往巴黎出差 而安娜和马丁选择去巴黎度假 史蒂芬在工作完了之后开始打电话给安娜 想要约他出去 两人一番激吻之后离开 随后,史蒂芬在安娜住的那个酒店也租了房间 在对面看着房间里的儿子马丁和安娜在缠绵之中 顿时心如刀脚 躺在床上,心里充斥着对这段布伦之恋的羞耻 和看到儿子和安娜之间缠绵的愤怒 史蒂芬出差回家以后 又与安娜去公园见面 向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婚 甚至愿意失去自己的儿子 只想能跟他在一起 安娜拒绝了史蒂芬的请求 觉得保持现状挺好的 又在一次和安娜的偷情中 史蒂芬撞见了安娜和好友在一起很亲密 史蒂芬吃醋了 开始逼问安娜有关好友的事情 安娜告诉史蒂芬 哥哥正是目睹了好友与自己亲吻的情景 于是吃醋自杀 听完之后,史蒂芬的醋意消失了 史蒂芬一家去往英格利豪宅中度假 史蒂芬和安娜期间的偷情被自己的女儿撞见 史蒂芬向女儿拼命地解释 可出乎意料,女儿一脸不在乎 过了一段时间 马丁向安娜求婚成功 两人婚期将近 与此同时,安娜和史蒂芬决定进行最后的狂欢 可在激情之中竟被马丁撞见 马丁在惊吓之中从楼梯直接摔了下去 一命呜呼 两人的事情完全败露 英格利离开了史蒂芬 史蒂芬因为丑闻躲到一个小镇里 影片最后年老的史蒂芬和带着孩子的安娜相遇 两人却形同陌路 从影片最开始的乱伦之恋中 已经预感到了最后的悲剧 大概是在欲望的狂欢中走向毁灭吧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